转眼之间,距离宋仲基宋慧桥的婚礼已经过去一周年了, 逼调的两人虽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纪念, 但是一位花店老板的爆料也是补足了这份糖。 据说在两人结婚前,宋仲基就常常光顾这家花店, 从不见顿的购买白玫瑰花, 知道婚事公布后,老板才知道原来是给宋慧桥买的, 结婚一年后还能甜蜜到又成为焦点也是很不容易, 如此浪漫的桥段简直一下把人拉回了那个全民围观, 柳石镇和江沐烟谈恋爱的夏天,宋仲基和宋慧两人自喊剧, 《太阳的后裔》中分别扮演柳石镇和江沐烟结缘, 剧情的后前让两人的火变半边天的同时, 也成就了一段好姻缘, 宋慧桥比宋仲基大四岁,是宋仲基的前辈, 早在宋仲基还没出名的时候,宋慧桥就是他的理想型, 后来也是因为好友赵银成推荐了宋仲基出演太阳的后裔, 宋仲基才有机会和心目中的女神认识合作, 两人拍摄的花絮也是非常甜蜜, 两人之间的粉红色套套也被其他演员感觉到了, 剧中扮演惊奇犯的金文希, 但两人婚礼现场就爆料说, 自己当时就预言了这一天的到来, 还经常助攻两人, 剧播完后双宋两人还是一直互动密切, 名利案里发了许多糖, 虽然屡次否则悲闻, 但是每次同屏的时候双方自然的身体接触, 宋仲基体贴的守护和宋慧桥害羞又安心的样子, 都让人激动不已, 在颁奖典礼上, 两人也是一直互相感谢, 面泪都要出来了, 如此明显的幸福最终还是麻不住了, 宋仲基和宋慧桥于是, 终于在去年的七日份, 连着恋爱和结婚的消息一起公布了, 公布喜讯的时候正是宋仲基事业的上升期, 因为太阳的后裔, 积攒了不少人气的他, 当时也是处于另一部电影的宣传期, 赶于在那个时候公布恋情, 对于明星来说, 都是非常需要决心的事情, 宋仲基对宋慧桥的爱意, 也是客气一般呢, 双宋夫妇结婚后虽然一直都是很低调, 但是经常去各地甜蜜游玩的两人也总是出现在各种粉丝和银河头拍中, 恩爱的样子也是一直都被看在眼里, 宋仲基的好朋友与光珠, 经常在拍摄Running Mom的时候因为做任务给宋仲基打电话, 没想到结婚后的好兄弟在一次访谈中, 为了爱情直接抛弃了汪梅光珠, 这把给光珠塞的狗粮就是给广大粉丝们发的糖啊, 秋此时光珠的心理阴影面积, 结婚一年的宋仲基, 如今依然是重器Limax, 每次说起宋慧桥都是散不绝口, 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结婚不是恋爱的结束, 始终如意爱着自己的女人是最男人的事情, 再说, 我妻子也非常漂亮啊, 看到这里, 小编发出了李光珠般的叫声, 宋慧桥出道以来就跟许多合作过的男演员组过, 但是正式承认的只有两位, 就是一起合作了艾琳的李丙线和他们生活的世界的选宾, 都是合作后音, 喜生情, 但都不了了之, 不久就和平分手, 虽然宋慧桥嘴上总是不太谈起这两段感情, 但是在太平轮电影首映里有戏论档环节上, 宋慧桥对黄小明无心问道, 你相信爱情吗? 原本在前几轮游戏中, 笑逐盈开, 的宋慧桥突然低下头, 沉默许久, 为什么你犹豫这么久? 主持人小心地问道, 因为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认真想, 宋慧桥答道, 看来这两段感情, 还是给宋慧桥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所以也就难怪最初宋慧桥其实拒绝了比自己小四岁的宋仲基的心意, 但是宋仲基凭着自己的真诚和坚定, 还是打动了宋慧桥, 还浪漫的一直不间断给宋慧桥送白玫瑰, 敢于在事业上升期直接求婚, 并公开婚训, 宋仲基的举动, 无疑给了宋慧桥很大的安全感, 婚后也依旧如恋爱一般, 看来女神不仅是嫁给了爱情, 也是嫁给了那个懂她, 还守护她的Mr.Right。